下面我们可以先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面去注册一个账号 这里你可以去选择注册的账号的类型 可以单独的去注册一个小程序类型的账号 我已经有了一个服务类型的公众平台的账号 而且已经通过了微信认证 也可以去使用这个服务号去注册一个小程序 先用我的服务账号去登录一下公众平台 在边缆的上面你会看到一个小程序 打开这个页面以后点一下这个页面上的开通 下面我们可以快速的去注册并且认证一个小程序 选择这个快速注册并认证小程序 勾选一下我明白 然后点一下快速创建 再打开用管理员身份在手机上面登录的微信 去扫一下页面上的这个二维码 进来以后先让我选择服用资质 因为我之前已经通过了微信认证 勾选一下这个运营者的信息 是用同样的管理员 再勾选一下这个微信认证的资质 然后点一下下一步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一个符号 所以这里会提示我再去创建一个小程序的账号 创建后以后我的符号跟小程序的账号会关联到一块 在开发小程序的时候 你要用这个注册的小程序账号来登录到微信的公众平台 输入一个邮箱 要保证这个邮箱之前没有在公众平台上注册过 然后是对应的密码 再确认一下这个密码 输入下面的验证码 勾选一下已阅读并且同意 再提交一下 然后登录到我刚才填写的那个邮箱 找到微信发过来的这个小程序账号的一个几乎的邮件 点一下邮件里面的链接 这里会提示我们去绑定一个小程序的管理员 我们可以确定一下姓名 身份证号 再输入这个管理员的手机 这样在我的手机上会收到一个验证码 在下面我们可以再输入这个收到的短信验证码 然后再用管理员的身份去扫描一下页面上的这个二维码 再点一下下一步 回到手页 现在我们成功地就创建了一个小程序账号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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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嘿嘿